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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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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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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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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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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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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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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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 关于 就是关于我现在做的就是关于我现在做的这些个工作就是娱乐行业然后和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学习的学校的这些内容能有怎样的一些个融合和实践吧 其实我现在我现在做的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些舞蹈的舞蹈都是外面的舞蹈师舞蹈老师然后他们已经进行好编排包括位置 然后我们也就是有一些就是这样的那些就是要发光做这个跳舞蹈模式然后也很进行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这次刚刚都可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说一下这些面就像我们这种舞蹈都有把它们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彰和我们这些小色的工作 然后我说一个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badly 文献综述是什么 咱们咱们没写过那种高级论文 咱们的论文 纯纯就是一个小主题 然后 对 范围很大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 梳理过这些思考 但又觉得刚好可以 我就是有的讲 我有的讲 你要是让我写些别的 比如说什么分析某种舞蹈 或者分析某一类舞蹈的 什么内容啊 那我肯定分析不出来 我又不是那个啥 特别专业的人士 这啥都聊 啥都聊 我觉得贴近现实一点会比较好讲 我也算是从业经验丰富 好好笑 听起来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那我也不能算专业 什么编舞之类的 我其实也不太行 我只能坦坦感受了 对马上卖六年了 我笑笑死了 就出去跟别人介绍 然后就是说我已经工作六年 好好笑 现在是不是已经三月了 对哦 蛮不错的 我要赶紧找到我的相机 找到相机 然后拍照就可以在纪念日 发照片了 又是谁的 唱纪念日 也是一个新的想法 我可以不拍照片 然后录一个视频 前几天赵老师不来说 他要去剧场 后来又说他们公演曲线了 再等等吧 不过我还好之前 没有那个什么 有一些个存货 我刚刚就是有在绣图 没有画柄 真的有在绣图 但是他们也 就是现在没有公演的日子 他们也不去剧场呀 再说吧 有云公演 因为我有了照片 我就会发的勤一点了 因为我之前感觉 我不是特别经常拍照 而且我每次 就是我去了剧场 我每次都说 去剧场公演 就是化妆嘛 化妆就可以多留点照片 然后 但是我每次都会忘记 忘记拍照 就比如说在后台的时候 就 就是着急忙慌 我就 比如说跳unit 我不来想unit留影两张 结果跳unit 我马上跑上楼换衣服 衣服换好之后 才想起来忘记拍照了 下次订个闹钟提醒自己 因为主要是 我们在 就是进去之后 他不是就没有手机吗 所以我就拿着相机 我就会老拍照 然后闹出在后台 疯狂的响 嗯 哦 对 之前有 云 迷你来 我觉得可能 有可能还会再搞呢 嘿 不过就真的很神奇 然后那个感觉 就是空荡的剧场 嗯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屏幕会 就是滚动弹幕 我已经排上了 今年暑假 嗯 然后还排到了明年寒假 嗯 因为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我 我说我 就是日常的那些个日子 我都不在 我说我就是 寒假和暑假能 有时间 于是我就说 老师给我排到寒暑假的时间 应该是在总选前吧 呗 我到时候又要被 呗 呗 就是 一边搞生日 一边搞拉票 然后再一边搞mini live 我整个人先会崩溃 我先提前预知一下 还有期末 我先提前崩溃一下 到时候就不会特别崩溃了 没关系 咱们都是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我先预计一下 先预计一下 笑死 我已经准备好红身了 还有的 我前段时间又购入了一些 嗯 我觉得对 他那个就是会比较提神 包括有时候你如果没睡好 然后感觉有点凶闷难受的话 你吃一点也会好 嗯 就感觉精气神提起来了 对 就是现在属于一个 现在我是属于一个经常失踪状态 然后等到一放暑假 你们的眼睛都会被想闭上 你们就是 时刻都是要 就是看到我 嗯 什么牌子 我吃的是一个 好像就是什么 咱们也忘了一下叫什么了 正 正观庄 正观 不记得 反正就是我买的是红生果冻 因为它那个红生的那个 一些个汁 就是比较难喝 然后果冻的话就比较好 好入口一点 有点时间睡觉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先看见几点了 现在是1点56分 马上2点了 维生素 不吃 不吃 但是我是有他 他那个他家里给他寄的那些个什么 什么片 各种就是 就像 像是印了一整个 那个元素周期表一样 那天浅尝了一下 然后被噎住了 他那个一个药片有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也没有这么大 就这么大 这么大差不多 然后专门有一个那种药片切割机 把它切成小块块 然后吃 我说 没事 因为他那天他问我要不要吃 我说我可以浅尝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交换 我给他红身 他给我吃他的这个什么片 然后我就说 压根不用 咱们就是小时候吃药 都是直接吞的 然后他说给你 稍稍切一下 它本来是一个这样圆的 大家从中间这样卡了一半 然后就变成两个 两个片片给了我 然后我就是一个咕咚 我就咽下去 然后咽咽 然后就卡在这 我就是觉得我 早知道不讲大话了 我就是吞了一个晚上 你知道吗 就是能感受到他就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 然后就是 但是他下的很缓慢 就是我感觉我用了一晚上 才让他浸入了我的肚子 也其实也没有苦味了 还好 我主要是太过于骄傲了 因为他是从小吃这个东西的 他就是跟我说 他说要给你多切一下 我说不用 我就真的是不听有经验的人言 只能吃亏在以前 他是小的时候就吃 所以他就很知道怎么样会卡 我还是就是太年轻了 我就是喝水吞的 我就是先放到嘴里 然后喝了一口水这样吞 结果卡在这里了 然后他的那些片我再也没吃过 产生一些阴影 好精神 确实有一点 因为今天下午睡了 他慢慢吃 因为他的盒子有那么大呢 这么大一个盒子 红生 他是就是果冻 我的那个是像果冻一样 你就是直接吃就可以 他也是一个细长条的一个小包装 然后你把它撕开 然后咕嘟咕嘟 全部吃掉就可以了 有饮品 但是饮品的味道普遍都不是特别好 都会有点苦苦的感觉 然后但是那个果冻的话就不苦 而且你喝的话 他会就是经过 他会完美的经过你的所有味蕾 但如果是果冻的话 你可以下个吞掉 就让他不要碰到你的舌头 可以尽量不熬大爷试试呢 但这种话 吃虫草 那咱可真没吃过 哪有 我就算熬裂吃我也并不会感觉到 我整个人就是荣光焕发了 还是要休息是最重要的 就是苦嘛 也不能说很难吃 我就觉得我也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我不想忍受 我觉得明明有那种不那么苦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吃个苦的呢 不过喝奶茶最有些 确实是有效的 就是奶茶 它里面 茶嘛 喝了之后就会提升 我之前也见过 就是干嚼那个身片 据说也是一种提升的好方法 我今天看那个电视 它不是电视在那里播那个夺冠 那个他们打平方球嘛 然后那个教练就把他们叫起来 打比赛的时候叫起来 说说每个人嘴里含一块 就含一片这个小小的身片 然后补充一下能量 提提升 干嚼茶叶 哇塞那我还真没尝试过 我之前倒是嚼过那个 就是身片 因为我那个时候买不着红生 因为我就是 我是记得哪一次 应该就是当时青创 那个巡演 然后我那个果冻吃完了 呦 没电了 我果冻吃完了 但是我又很需要 因为我没睡好 我很需要就是补充补充能量 我就买了那个 参片 西洋参片 然后就那干嚼 真的好难吃 我提问 有没有人吃过 肯德基新出的那个 榴莲芝士青团 有无 没有好难过 我还想尝一尝呀 没有 香菜新地没吃过 榴莲芝士听起来一点都不黑暗呀 人家那个披萨不也是榴莲芝士吗 可是我 就是肯德基 他首先是因为 我今天本来想点一下 然后发现肯德基不营业了 然后又是因为 我之前点过一次 我之前 其实我没有喜欢榴莲 我只是喜欢芝士罢了 但是就是榴莲 我也可以接受 然后 我就 点了肯德基的那个青团 然后他的那个 标题上写的是两个青团 就是一个是那个肉松 咸蛋黄 一个是榴莲芝士 结果他 在那个详情的 更详情底下写的是两个 那个 咸蛋黄 肉松 我就没看那个详情的更详情 我只看到他的标题 他标题就是 两个口味嘛 嗯 然后点来之后 我就很快乐的 拿起一个 我就说 哎 我会不会第一下 就吃了榴莲呢 然后咬了一口是咸蛋黄 我说哼 然后我就咬了一下另一个 然后我说哈哈哈哈 现在被我吃到的吧 然后一咬开又是那个咸蛋黄 我就很很生气 我打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们要的是 一个咸蛋黄 一个榴莲芝士的 为什么两个都是咸蛋黄 他说 您再仔细看一下 您的订单呢 我们这边收到订单 是两个咸蛋黄呢 我一打开 还真的是 又被骗到 然后我再次 我就说 咱们就是不服输 咱们再点一次 然后我就发现 点好的时候 他标题依然是 一个咸蛋黄 一个榴莲芝士 但是你再点开详情 那详情 他还是两个 两个咸蛋黄 所以就是他说 他根本就不卖 他根本就不卖 那个榴莲芝士 他店里根本就没有 这个东西 对可能是因为 那个没货了吧 但我就想吃 就吃不到 我就非常想念 非常难受 我就想问问是 只有这家店没有 还是说 大家全世界都没有 因为我那天看到 那广告 我就非常的心动 很想吃那种 就是年年糯糯 因为青团 它也是像年糕一样 它外面那些东西 就是 糯糯的 想吃那种 然后再加上芝士 这样吗 好难过呀 你知道 好了 看来咱们不能 继续聊下去了 因为我已经开始犯困了 因为我已经开始犯困了 那就拜拜啦 好帅就不能看来 好看来啊 感谢观看